嗨 大家好 Merry Christmas 这是范文琪范小姐 说嗨 嗨 大家好 这是阿比 你长大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天一报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刚刚给大家打招呼的 范文琪范小姐 昨天她有跟我们大家讲 她想要带孩子回台湾读书 学校的稀奇古怪的政策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关于到素质教育 她的孩子真正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也是让她非常的抓狂 就是孩子没送到学校里面 没有学到一些好的有用的知识 反而呢 就是让她学到一些稀奇古怪 跳出我们华人常规的思想理念的一些东西 所以她就觉得很不爽 然后我说那你帮我讲讲两个孩子 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然后呢 没问题啊 A plus 问题是 我就问了我们家这个六年级的这个大儿子 问他一个问题 说 好 这里是美国 那么我问你 这个阿嬷 就是 外婆的老家 台湾在哪里 然后小朋友想了一会儿 呃这个是美国 嗯 在上面 然后她妈妈说 好想给她抽一巴掌 上面是哪里 上面是加拿大 然后说 好吧我再考考你 那么明年我要带你们去中国玩 那么中国 这个是美国 中国在哪里 然后 Austin 她的儿子 想了一下 我要 嗯 嗯 嗯 中国在 这个是美国 中国在 下面 哈哈 然后她妈妈又想给她一巴掌 打过去 小学六年级 就是 但是 连她的家乡 连中国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在哪里 她都不知道 她妈妈就好想抽她 然后 当然同时呢 就真的是觉得 这个学校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 然后 那 她就觉得说 好吧 那学校教不会 那我自己亲自来教她吧 所以呢 她就暑假的时候 就从这个呃 我们的西海岸 加州 特地飞到了东海岸 到了波士顿 好 来波士顿 那有那个 呃 波士最著名的波士顿清查事件的 这个博物馆 她就 呃 啊 好吧 那今天我们到这边 我们来考一考你啊 Austin 这个 What is the Boston Tea Party 然后她说 啊我学过 我学过 然后 那小孩特别的积极 然后就说 啊 这个我知道的 就是About a colony About a tax 等等等等 然后 这个 呃我们这个 范 范文琪范小姐 范博士 范医生 还挺觉得 呃 挺欣慰的哈 学校还至少教了一点 然后说 好吧 那我们那我再问你 最追问你一个问题 那谁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啊 很简单 阿伯范和林肯 哈哈 你看 就才对答了 就才答对了 一 一道题 然后第二道题 她妈又想给他抽过去 她说 I sure 是林肯吗 What about George Washington Who is George Washington 然后她妈就整个要崩溃了 就是A plus的学生 真的是每学期都考A plus 然后碰到这种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地理还是历史 这样子的问题 这小孩子都答不上来 啊 她妈妈身为一个学霸哦 学完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来读的硕士 然后 她就觉得说 我小学的时候我在台湾 我都知道美国第一任总统是谁 你现在给我从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 都长到六年级了 你都不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谁 啊 她就觉得很抓狂 她说算了 我还是给她送回台湾去读书吧 这样子真的是教不回 然后算术啊 什么 还有语文啊 就更不用讲了 更不用讲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呢 暑假的时候呢 她有带她的孩子呢 回台湾探亲 跟她妹妹的 就是同年龄段的孩子相比 那很多东西就发现巨大的差异 所以她觉得 嗯 她让我失望了 这个美国的整个 呃 教育的这个 素质教育也好 品德教育也好 让她 觉得 需要 急需 把孩子 送回去 但是呢 像比如说那个 阿比 就她的女儿 就说 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去 然后 为什么不要回去 她说 那边我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 还是那句话啦 其实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我估计她妈妈给她送到的这个 叫做什么 Borning School 就是全 呃 日制的 技术学校 估计就是 嗯 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但是她妈妈 觉得说这个双语教育嘛 然后既有呃 西方的这种先进的 嘿 现在也不能算先进了 这个教学理念 又有我们东方传统的儒家思维 思想还有传统美德教育 她就觉得说 嗯 那这孩子呢 她可能会比较放心一些 然后呢 呃 她妈妈特别好玩 她就说 那你问你亲亲阿姨 呃 这个回台湾读书好不好 那 我想想 我觉得说 嗯 对 如果你回去呢 你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然后 她就问我说 为什么叫更多的自由 我说 诶 你就掌握了更多的技能啊 你就有更多的选择啊 然后你的视野会更宽广啊 你见识到更多的文化 你看到更多的不同的有趣的东西 然后你会体验到不同的生活 那你是不是就是视野会更开阔 你就更可以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么你又读书又很好 你就有能力在你想要做出的选择上面 有能力去选择它 然后也能够有能力被别人选择 我说你是不是给更多的自由 然后她看了我一眼 诶她小学几年级啊 呃四年级她 我归于她也听不太明白 但是她就跟我说 嗯好吧 然后继续吃她的饭 对吃饭吃午饭的时候 她就在讲的 但对 因为明年的暑假呢 她妈妈要带她去贵州 对她爸爸的老家 寻根问祖 那我期待呢 就是她到了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有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可能呢她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感觉吧 然后不知道很期待她们明年的贵州行 然后对有什么好玩的趣事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对这个闺蜜特地开车一个半小时呢 呃来过来找我就是 呃chilling for chilling together for Christmas 然后我们还聊到了她的星链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Elon Musk的那个 Star Line星链 对你看像我们家 像这种虽然说我们家是村里面 但是也算是个大学村对不对 也也算就是这个信号是非常好的 我说的是网络型号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这个范 范范博士范医生 家里面条件比较好 她家里就是个动物园 什么 几只羊啊几只孔雀啊 然后反正游泳池啊 然后呃有多少鸡啊 他们家的这个叫做什么鸡蛋 都不是去超市买的 然后那个呃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要跟大家分享的 她呃是 两三周前吧 她和她老公下班回家 然后呢就看到远远看到他们家 他们家的那个后院哦 就相当于呃足球场吧 比足球场还大一点 她远远看到他们家那个羊 她家有五只羊 一只公的呃四只母的 然后她就看到那个其中有一只羊 后面跟着一只狗 还是熊啊什么的小小的 然后她说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只东西在跟着呀 然后呢她就叫她老公去看 结果老公回来说 你知道吗那是一只小羊羔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家的羊 就是生孩子就怀孕还是自己生孩子 都不用管 然后呢她就说 那一周呢陆陆续续 差不多花了一整周的时间 就四只母羊都生了小羊 其中还有一只母羊 生了两只小羊羔 所以他们家的五只 就成人的羊 生了五只小绵羊 他们家现在有十只羊 好小就咧咧叫 就想想哦 就是一个都市人吧 如果是在中国的话 你一个医生对不对 怎么会懂得这种要给羊接生啊 然后羊羔是公是母啊 我觉得他们养羊 其实就是当宠物养的 这话说回来哦 因为他们就是农场嘛 对他们家像大庄园 我们家就是个house 他们家应该算个mansion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庄园吧 好傻吧 然后呢 在美国是没有网络信号的 那怎么办呢 然后真的是 哎呀感谢这个Elon Marks 就是出了这个星链这个玩意 还 其实在美国还真的是 蛮卖的开的 我已经不止有一个朋友 他们买了这个星链 然后呢他说啊 这样超好用 我说贵不贵啊 然后呢说一个月120块钱 无限量使用 还能够这个你要是去哪里 露云啊什么的 你还可以把它就是 挂在你的车上 然后你就有这个信号 就可以随时用 所以呢 这次来呢 我又跟他就是交换信息呢 又觉得说啊好吧 那我们家不是有个房车吗 那时不时的 经常会去露云 那如果呢 对 露云都没有信号的 所以常常一出去的话 就几天没有信号 朋友啊什么的都找不到我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 那算了我们家也弄个星链吧 那 对再说吧 据说现在要定星链呢 排队还要排两三个月 那我这个女朋友呢 也就是 就她的那个device 就那个设备 对要排队两三个月才等到 然后呢 她用起来觉得是特爽 然后去年呢 我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这样的庄园 也是在山里面 然后那个雪哦 就是这么 就差不多一米多深的雪哦 他们家就 开滑雪场 就从他们家的那个山顶上 滑到下面去 但是走上去就不要麻烦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以前他们家是没有网络信号的 特别夸张 就是说 就处理不了很多的工作 然后呢 他们家处理工作呢 现在呢 就 就是靠星链 然后她说 她说你可以想象吗 就这么厚的雪 但是星链 就那个仪器 star line 放在那边 然后那个区域雪都是化掉的 她说 她这个装置这么好 居然能够就是 防雪 都会被埋住 然后信号呢 居然这么好 然后他们也是 反正用下来的人呢 都觉得这个挺 挺挺好用的 所以我也蛮期待的 哎呀 这个 呃 但是呢 讲到这个星链呢 我又想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前两天 奈飞星上的 朱利亚罗伯茨著名影后吧 主演的2023年的一个大片 叫做断网时代 讲到了特斯拉 哇 我不知道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用户 或者是他们的设计师 或者是Elon Musk 他看到以后 做何感想 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话题 明天呢 我再跟大家上 呃 分享一下这新上映的大片 断网时代 然后 讲的东西 是多有预见性 多可怕 咦 我觉得值得探讨探讨吧 在现在的这个网络年代 那好啦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啦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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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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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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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